女儿王奕晨曾问过父亲王宁 王宁戏称 一个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央视果脸王宁 一个是长榨的呼呼 童颜不老的少儿节目主持人金龟子 性格南辕北辙 专业天差地别 两人的结合在很多人眼中是奇迹 而在他们的爱情下 耳濡目染的女儿也延续了这段奇迹 校园爱情金龟子和王宁的爱情 多少有些阴差阳错 金龟子和王宁都是北广播音系八四级的学生 不一样的是 刘纯燕是九岁就开始配音和主持的小童星 性格活泼开朗 人称扎拉样 而王宁是青岛电视台公派到北京进修的 早已参加工作的他性格十分沉稳 一派老干部风格 两人性格南辕北辙 刘纯燕还给王宁取了个王科长的外号 刘纯燕说 男生女生都还不熟悉的时候 王宁穿着中山装竖着分头 另一个公文包 我就给他取名王科长 印象中科长就这样 而从叫他王科长那一天开始 这一辈子干啥事 好像都在新闻联播的状态里 不过玩笑给玩笑 爱情来了谁也挡不住 当年刘纯燕是长发飘飘的青春美人 王宁短裤T恤十分时尚 在学校也是风云任务 大二时一个女同学喜欢上了王宁 自己又不敢去告白 假小子性格的刘纯燕 自告奋勇去做媒 没想到被王宁严肃地拒绝了 她的理由是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有趣的是因为这件事 王宁和刘纯燕渐渐熟悉起来 刘纯燕每次回家带来好吃的 都会分给王宁宿舍的人吃 一开始还是所有人都吃 后来渐渐地刘纯燕带来的东西 成了王宁的专属 两人越走越近 这时刘纯燕才知道 王宁根本没有女朋友 当初她是骗她的 两人懵懂甜蜜的初恋 就这样开始了 这时刘纯燕二十岁 王宁二十二岁 爱情闯关 可因为是早恋 两人的爱情受到老师和父母的强烈反对 一个是因为两人年龄太小 再加上一个青岛 一个北京 将来分配工作调动都是问题 刘纯燕母亲不止一次地教育她 要重视前途 这是机会 毕业后 刘纯燕母亲把王宁请到家里 把她们要面临的困难 一条条分析给她们听 刘纯燕边听边流泪 王宁一言不发 愈发地沉默 但是回到青岛的王宁 并没有求此放弃 王宁给刘纯燕的母亲 写来一封长信 表达自己的决心 刘纯燕看完后 既欣慰又酸楚 两人开始几年的异地恋 刘纯燕常去青岛看王宁 看到王宁宿舍贴满自己的照片后 她更加坚定了要在一起的决心 命运大概也不忍心这样一对情侣分开 很快就给了她们一个在一起的机会 1987年 台里有到山区支援教育的工作 手头有一大堆工作的刘纯燕 本不打算去 但是台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凡是去支教的人 台里或多或少可以帮助解决 一些生活或工作上的困难 于是刘纯燕主动要求去支教 提出了调动王宁的事情 台里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助解决 就这样 刘纯燕在安徽六安支教一年 一年后和王宁领证结婚 第二年王宁调到了北京 两人解除了相思之苦 为了双方的工作 两人结婚十年后 才有了女儿王依晨 如今王宁与刘纯燕恩爱32年 夫妻间互动依然很有情绪 而在这样有爱氛围下长大的王依晨 也早早就懂得了爱情的真谛 13岁早恋 小时候的王依晨外形 简直是金龟子的翻版 他留着和母亲一样的西瓜头 大扮中性 走在街上经常被误认成金龟子 不过他的性格却像足了父亲王宁 少年老成荣辱不惊 看到母亲刘纯燕炸着呼呼 王依晨还常教育他 要成熟一点 王宁也说 女儿和金龟子一起玩 我都分不清谁是女儿 谁是妈妈 也正是因为这种早熟 王依晨在13岁的时候早恋了 金龟子和王宁居然没有坚决反对 早在2017年 王依晨更新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与男友的照片 提前纪念两人恋爱五周年 按时间算一下的话 两人是在2012年相恋的 也就是王依晨13岁的时候 妥妥地早恋 这样的王依晨 绝对是不少家长心中的问题少年 金龟子和王宁的教育方针 却是外松内紧 不会勉强女儿遵守什么规矩 但做妈妈的那根弦 也一直紧绷着 也正是因为这样 王依晨的早恋 才修成了正果 恋爱从来不是学习的绊脚石 有可能还是学习的动力 王依晨从恋爱之初 就常在微博秀恩爱 只是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 这个与男友 一国恋的女孩 是刘纯燕和王宁的女儿 之后几年 他们扛过了 一国恋 异地恋 和情侣间的小打小闹 依旧坚定地走在一起 在两人正式恋爱五周年的时候 男友布置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场景庆祝 网友们才发现 王依晨已经以整容式的生长 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脸上是藏不住的幸福 有趣的是 王宁身高178厘米 金龟子身高152厘米 而他们的女儿 王依晨曾在社交平台 自曝身高160厘米 男友身高却有195厘米 他调侃称 35厘米的身高差 是我们最美的故事 男友可以轻而易举 将他抱在怀里 实力诠释什么叫小鸟依人 他们一同求学 旅行足迹遍布各地 经历了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 感情却一点都没有变淡 反而越爱越深 去年王宁为母亲过生日 20岁的王依晨 还带着男友现身 两人黑白搭配 站在一起十分般配 旁边刘纯燕和王宁 也十分开心 看来王依晨的男友 早已经得到了 他家人的认可 再过几年 我们再听到的 大概就是金龟子 当姥姥的消息了吧 这样的神仙爱情 成年人都不敢想 却成立一对 未成年情侣的生活常态 实在让人惊讶 王依晨比刘纯燕幸运 她有个开明的 和自己像姐妹一样 相处的母亲 这也是她早恋爱情 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爱情就像是沙滩上捡被壳 不要最大的 也不要最好的 只要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你可能走一步就能遇到 也有可能蹉跎半生 才能遇到 更有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 什么时候遇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坚信 遇到之后 你会过得更好